欢迎收看9月24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炫 美国领储局释出一连串警告 隔夜美股重挫拖累了亚洲股市全线下滑 不过大马股市摆脱变天消息冲击 在手套股抬头下 牵手1500点的关口 全天涨了4.32点 必实时收报在了1500点80点 富士罗素即将发布最新的债券名单 马币走势审慎 对美元贬值至4.1660令吉 对其他的主要货币大多走高 接着有企业BlackNY的单元 公正党主席安华昨天宣布 获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支持 国盟政府将倒台 令与安华有关的股票 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这风光仅维持了一天 由于市场上怀疑 安华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抛售压力压倒了购买兴趣 今天与安华有关的概念股纷纷走跌 一家本地证券行的交易商更说 买卖政治股现在就像是赌博一样 其中昨天股价飙升52%的安华股先进连宁 今天回吐涨幅 全天走低11%或2000至17% 共有一亿7752万股一手 成为全场第二热门股 其他像是马联产业 马联工业和泛马控股 也都走跌11%至19%不等 至于首项目有定阵营的 Triven环球和伊甸机构也双双走低 当中Triven环球跌了14%或3线至19线 伊甸机构也跌了6%或1线至16线 换个焦点 全马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马来亚银行Meban市值跌破了800亿令吉 让排名第二的顶级手套步步紧逼 两者市值只相差不到100亿令吉 马银行股价今天与全球股市一起下跌 闭市时以全天最低点挂收 到每股7令吉09线下滑了8线 市值跌了797令吉 相较之下 顶级手套近期恢复永泰 今天更上升53线至8令吉55线 是全场第六大的涨价股 市值也提高到了699亿令吉 如果这家全球最大的手套制造公司股价 继续攀升 那将有机会挤下马银行 成为马股最大的市值公司 受外围逆风狂刮影响 今年的大马首半年制造服务和初级产业 投资总额为648亿令吉 将2019上半年的921令吉减少近30% 而在获得批准的1725项投资计划当中 国内直接投资占了453亿令吉或69.8% 其余的195亿令吉则为外国直接投资 比前期的495亿令吉少了61% 而新加坡、瑞士、中国、美国和泰国为最大的来源国 如果以领域来看 上半年制造业占了投资总额的357亿令吉或55.09% 服务业息资286亿令吉占了44.2% 初级产业吸引4亿7100万令吉的投资 占了0.7% 今晚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